如今随着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乌克兰士兵手中装备的坦克开罐神技种类也越发的多 例如美国援助的标枪反坦克导弹 英国援助的NLAW反坦克武器等 如今的乌克兰士兵可以说是能人手一个反坦克武器了 而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研制的反坦克武器 今天火力军要给大家讲的11款乌克兰自研的反坦克武器 这款武器被称为PK-3Croser或是PK-3海盗 废话也不多说 先带大家看看它的性能参数 这款武器全长1.8米 重18公斤 直径10.7厘米 弹头可采用两种 分别为PK-3K串联式弹头和PK-3OF破片弹头 前者的威力可以穿透550毫米的均质装甲 后者的威力就要弱于前者 只能穿透50毫米的装甲防护 不过这种弹头主要是用来打击步兵的 其伤害范围要比前者大 在引爆方式上采用的是接触引爆 至于导弹的推进系统 使用的是固体火箭引擎 这种推进装置可以让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的 有效射程达到2500米 在制导方式上 PK-3海盗使用的是激光制导 虽然这种制导方式有一定的缺陷 不过用来打击近距离目标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相比于美国标枪反坦克导弹的威力 相比要弱上一些 但打击三代以下的坦克还是很轻松 在使用上这款PK-3海盗反坦克武器 可以进行单兵装备 也可以搭载到装甲车上 18公斤的重量 对士兵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重量 不过对于该武器 乌克兰还启用了一个名为 Amulant车载导弹系统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将PK-3海盗反坦克武器 搭配到装甲车上使用 乌克兰军方期望使用老旧战车车辆底盘 搭配PK-3海盗导弹 形成一种新型武器 来增强部队的实力 在底盘选择上 可以选择BRDM2装甲车等 而在设计时 选择搭载的底盘使用了 Spartan型轻型高机动装甲车 这款装甲车是由乌克兰 AutoKeras控股公司所生产 至于这个公司 是乌克兰最大的汽车生产商 在苏联时期的时候 叫做克里缅丘克汽车制造厂 并以生产Keras重型载重和越野卡车 而为名世界 而如今PK-3海盗导弹 所使用的是该公司最新推出的产品 其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与俄罗斯的虎式越野车比肩 而这款Spartan 在动力系统上 使用的是福特柴油引擎 其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110公里 有效载贺可以达到1100公斤 人员搭载上可以承载8人 而在装甲防护上 Spartan防护性能达到了 CEN级BR6防护 这可让它抵御任何角度来袭的子弹攻击 例如可以防护多发7.62毫米 NATO突击步枪子弹 在车底防护上可以承受两枚DM51 高爆破片手雷的爆炸 这种防护性能可以很大程度上的 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 是AMULENT车载导弹系统的这个项目 最为主要的还是它的武器装备 也就是PK-3海盗反等格导弹 除了装备该武器外 该系统还配备有一艇NSV 岩石12.7毫米重机枪 该机枪的全重25公斤 其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700至800发 有效射程能达到2000米 可以打击空中和地面目标 在该枪服役后被多国采购并装备在军队中 例如芬兰它经常将其装备在装甲车以及坦克上 在性能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这些武器系统都可以有车内遥控设备控制 并且它的火控系统中 还有一部激光架速制导站和一部光学观瞄系统 这种装置可以让射手在车内就能观察到战车情况 并操控武器进行攻击 对于这个AMULENT车载导弹系统 据乌克兰军方称 它不仅可以用来给坦克开罐 还可以用来打击一些低空飞行的目标 例如一些直升机和无人机 但实战中是否有较强的针对性还未知 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 至于这款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的出现 最早是在2013年 当时有陆奇设计局在基辅附近的靶场进行实验 才被人公布出来 而乌克兰之所以研制这款武器 是为了取代老式苏联时期的反坦克系统 例如9M113孔库尔斯导弹 以及9K111Fagot反坦克导弹等 说到这里了 也给大家讲讲这两款反坦克武器 其中9K111Fagot导弹 是前苏联研制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系统 这款武器有当时的图拉机械设计局 于1962年开发 关于它的性能参数如下 全长1.1米 直径在120毫米 在动力系统上使用的是固体火箭推进 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86米 有效射程可以达到2500米 在弹头的使用上 装备了高爆反坦克导弹头 这种能够有效的击穿重型的装甲车 而它的导引系统采用的是SACLOS线导导引 这种导引相比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的激光导引 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在当时其实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设计 在反坦克导弹中经常使用 并普及到了各国 至于9M113孔库尔斯导弹 它的研发时间是与9K111 Fogot导弹同时进行的 在发展时以9K111 Fogot的基础进行 而即两款导弹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发射器 不过在威力上 它却要比9K111 Fogot更大 而在其他设计上 这两款导弹还非常的类似 例如它的导引系统 都是采用SACLOS线导导引 在威力上 它可以穿透600毫米的亚制军制装甲 不过在使用方式上 虽然单兵也可以进行操作 但重量过于沉重 因此大多数该型导弹 都是被安装在装甲车上进行发射的 一方面可以减轻士兵的重量 一方面可以加强这款武器的机动性 能够让它快速的出现在战场上 为几方部队提供火力输出 不过这款导弹与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 相比就要弱上一些了 例如在精准度上 PK-3反坦克导弹要更强 这主要还是该导弹使用了 更加先进的制导系统 这种制导系统 跟上两款反坦克导弹的 SACLOS线导导引相比 有很多的优点 例如在人员操作使用上 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 就要比9M113孔霍尔斯导弹 更加简单 虽然有效射程上 PK-3海盗反坦克导弹 没有9M113孔霍尔斯导弹的语言 但这款导弹在后来的发展中 还加入了红外设备 让这款反坦克导弹 即使在夜晚中也能正常使用 这对于士兵作战更加的有利 好了 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另外 大家觉得乌克兰这款反坦克武器 在战场上发挥怎样的效果呢 大家也可以进行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